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卓马 欢迎大家来看卓马的日常 我们家庭属于半农半木 所以平时干农火拽呢,还需要放木 就是把家里的羊都放出去 今天呢,卓马就当一次牧羊姑娘 就担起这个任务 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吃草 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 所以现在呢,我们出花吧 因为那个放木的地方比较远 所以我打算坐电动车过去 现在呢,我已经到了 这个就是他们的羊间 把电动放出去的放车区来 你在吃什么呢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家羊特别的多 其实呢,没有的 我们家只有二十几头吧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呢 很多家的羊都放在一起 然后弄成一群这样的一个羊群 然后都放在一起 然后轮流,轮流着放 今天呢,我家的一个人群放 然后明天就人家的一个人群放 就那样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羊群里面有好多个家庭的羊都在这里面 我现在放羊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田地 收割完的田地 因为我们这边呢 没有那种很大的大草原 然后就秋天收割完了之后呢 秋天跟冬天 把这些羊都放在这些田地上面 然后春天跟夏天的时候 因为这些田地要种青稞什么的 然后就把这些羊都去山上反了 是这样的 这呢,是我们反羊的垫子 后面,长得更衣的 好处 现在呢,把他们赶到胡蝶 给他们喂水 你们知道给羊喂水的时候 口声是怎么吹的吗 我给你们吹一个探探 你们看这水多清澈呀 你们是不是喝完了呀 喝完了就回去呀 西藏家里的羊大部分都是集中放羊的 这样出来的肉真的是非常鲜美好吃 那么我不知道你们那里是怎样羊牛羊的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和卓马一起交流西藏文化 好了,那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